如果你覺得這個ETF不夠看 大盤不夠看 你就想要自己創造個更好的報酬率的話 到底2020要怎麼選股呢 我們這邊選股區來發揮一下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是老王 哇塞 選的一頭拉庫 對 這一頭拉庫 這麼多可以買 對 我們一年後來對好不好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可以放一年喔 不是放一年 就是說一年後 一年操作喔 對 現在相對第一期都比較低嘛 那這些其實換句話就兩個字了 就5G啦 它未來就是5G的商機 我們知道5G 2020要上傳 而且元大最近發了一檔ETF 5G的 嚇死了 然後一堆存股達人都在推嘛 但是 我就想說你旅行要買 所以又是溢價賣出了 對 旅行要去買5G ETF 為什麼你不針對5G的個股去做佈局 因為太多啦 錢不多選不完 但是我已經幫今天要去選 其實還要更多啦 那我剛剛 第一個是鴻海集團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鴻海最近剛做一件大事 他又再度拭目入股了這個亞太電嘛 對不對 再買一次嘛 那等於他為什麼要再買一次 因為他看到未來5G的發展 那他現在看的話 他旗下這些台陽 漸漢 台東有沒有機會 結果長線來 我再講一次 這是看長線的 長線都有機會 你是看長線的 我看長線的 對 看短線 轉線了 上次我們講一張股票長線 結果短線就噴了 所以最好大概是長線 大家冷靜一點 你的長線多久 長線大概 其實5G 因為到2020要上傳 我覺得這一年以內 一年 一年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因為最近的5G其實 還是台股要創新高 可是你可以發現 資邦 資益 這些股票 其實是在修正的 所以他們是沒漲的 那股票 不要每次漲上來才要買股票 你應該趁現在5G 正好做一個大的修正 因為今年5G年中有漲過 現在做一個修正 其實可以開始找機會 找買點 那網通族群化 資邦 資益 這是非常大的龍頭 鄭文 奇蹟 趙賀 都可以去考慮 那還有一個光纖族群 因為所有5G建設 最早動的 一定是這個光纖族 我們回想一下 當初3G要升4G的時候 漲得最兇的族群 就叫光纖 那現在4G要跳5G了 我認為5G也有機會慢慢起來 這光纖的族群有機會慢慢起來 而且它很有可能是 第一波林長的 所以當你看到它開始起來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其他有機會跟上 也許你錯過了這個光纖 但其他你可以跟上 最後當然就是基地台 因為5G的基地台 會比4G用到更多 所以我認為聖大科 先鋒這些收衛基地台的 都有機會跟著上來 所以整體來說 明年主流往5G去懸鼓 我覺得你會操作得非常順利 OK OK 先不要走 幫大家繼續問一下 5G是主流 我想沒有人會懷疑 這個好公司也可能沒有人懷疑 那是不是好價位 好公司也買在好價位 那你覺得現在是好價位 可以來參考一下 我覺得其實很多都修正過了 但是你要先看一下 它的營收有沒有成長 所以我教大家怎麼樣 第一個先挑有沒有營收 營收一定要成長 但是營收成長 當然絕對不是暴衝 你大家看到有一點點營收的植物 因為這些像過去這些營收 現在都衰退了 連減可能2、30% 你看到它連減 都衰退 營收都衰退 對 2、30% 你稍微看它連減有慢慢縮減了 也許就機會 最後搭配什麼 搭配一個投信 這些股票 只要有投信在做大買的 我認為 你就可以非常注意 那我們說 我們說字邦之翼 為什麼最近跌那麼兇 尤其字邦 因為投信在做大結帳 投信每天都在賣 那這種股票當然不能買 那什麼時候你看到投信 回來買這些股票 搭配它營收 稍微有一點回溫 你不要真的只能大成長 就像鄭賢哥常講 等到你看到營收 真的很好的時候 都是高點 而是你看到 稍微開始回溫了 那其實搭配籌碼 大概投信開始買超 我覺得你最後一個功課 就會選到一個不錯的標的 那等一會 現在是都在這個結帳行情 對 它其實都有跌下來 那你就找機會 跌下來的時候 才是找機會的好時機 OK 好 謝謝老王 好 繼續來看我們這個 鄭賢 伯伯為什麼今天沒選股 因為我跟老王 英雄所見略投 我跟他一起選 然後組成說 你們都選5G 所以不用選了 結果看完以後 我敢跟老王賭 100份雞排 對 好 講 我要講的是 這一些都怎麼樣 不會是我的首選 哇 差這麼多 他一起取這麼多 都不是首選 我跟老王選的股票 一直都不太一樣 那當然 我要想跟大家講的是 什麼叫5G 這段把它錄起來 我們有200份雞排 200份雞排 誰贏到幾天的雞排 輸啦 我覺得健康一年後 也是這個價格 就這麼簡單 我覺得健康一年後 也是這個價格 我可以隨便舉個 就是一年後 對 那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 健康一年後 很多人都會講說 網通社費都是5G 這些網通股是不是都是5G 那你這5G的了解 到底是什麼 例如說 很多是在做有線設備的 我看很多網通股 它是做有線設備 說 Cable Modem 做Modem的 那到底跟5G有什麼關係 5G根本是個無線的設備啊 所以 我還講說 有些東西 它不一定真實的受益啊 那5G的 太陽哪些你不認同的 我舉例來講 像太陽 太陽的售貨已經是6G 因為我們知道6G的未來 其實就是衛星通訊嘛 所以它在6G 那健康 健康最主要在做 在做路由器 那這個路由器來講的話 是相對來講 就是我們一般 家裡會用的這個XD SL 那它跟無線通訊有什麼關係 那當然 正文這些人 他們都在做什麼 他們都在做補充5G的設備 因為5G呢 這個 彼此的這個天線今天是更密集 那它就是短波段 所以很多地方 會收不到5G的通訊 所以這些東西 從頭到尾跟5G 就只有一個相關 就是Smart Sale 它要做Smart Sale 去補齊5G到不良的地方 那所以當初啊 像這個起機啊 那照後是做ThetaBus的 ThetaBus是我們電視的這個連接器 這個電視相關的 這跟5G的 這是泛指所有的網通骨 那它跟5G 當時說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認同老王說的光纖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光纖這一步走的 今年一定會走 為什麼 因為光纖是今年5G 唯一還沒有動到的人 但是我 我如果說光環 滑星光 都會漲 但是呢 漲完了以後一定要跑 光環 滑星光一定要跑 因為他們在4G的時候漲完了以後 每一個都漲4倍 漲完4倍每個都跌回來 而且甚至來講 滑星光的財務結構 漲4倍喔 那我們還可以啦 3倍就好了 我說OK 短線會漲下去 那連亞十月孤門讀事嘛 所以當然 孤門讀事股 一向都會長得比較兇 因為適合投信會做的事 那至於基地台 基地台當然 最近 我們都在等修正 我可以跟他 我跟老王都在等修正 都在等投信結帳 投信做帳沒做到沒關係 在投信結完帳就要撿便宜 銅箔基板 PA這些 跟基地台有關的東西 我們就等他大結帳 結完出來低點之後 大家再說 借用老王這一張股票跟大家聊 那其實我今天要講的是 因為今天是稅末嘛 所以我想教大家一個心法 OK 這個心法就是 我在股市裡面了20年 所學的心法 20年心法今天大公開 我們這一張有拍到 雞排大家都可以吃 好來看下一張圖 好下面這一張 一二三季的圈 我想說 因為大家選一季不是不會選股嗎 那我現在大家再講 到底怎麼選 就最簡單 但現在我記得20年 我剛入這一行的時候 當時也位大師 他已經退休了 他只做股票做兩年 他就退休了 哇 他退休的時候 他叫陳國平 是一個很有名的年輕人 他從台大才兩年畢業 他就退休了 他說 他退休就是我進去萬寶 他就說 我畢生跟你 只有一天的交集 我就把我的內功交給你 就那一天 他就跟我講 他就跟我講說 在山洞裡面找到了一個 古音神經 一二三四季要買什麼股票 他說第一季 今年什麼最紅 你就閉著眼睛去買 他說 今年大家 每一個都跟你講說什麼 因為今年無法預測 年初的時候 無法用 這個基本面預測 就是今年最紅的公司 就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 那麼要第一季 因為財報未出 趨勢最強 第二季的時候 因為季堂進入所謂 除權除息旺季 在二十年前 你們知道是沒有除息股的 是誰除權最高 誰就閉著眼睛去買除權股 但現在 台灣老闆最聰明 就是要除息股會長 所以每一個人 不再除息 還要保留餘育出來配 所以就誰在除息職率最高 第二季 必領已經去買這些 然後買上去了以後 不要跟他除息 在大家認為他最好的時候 賣了他 第三季 最簡單 誰在EBS最高 必領已經去買這些 EBS最高的公司 一高還有更高高 因為那是法人 唯一可以參考的依據 法人會一路大買業績股 再買到第三季 然後第四季 最近在長什麼 幻想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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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都沒有漲到 什麼LED 雙低 低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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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招學好的話 2022年就一起退休了 至少我再用了20年 好像還沒有退休息 這20年我都有把這個 股息 對 把這個個股利益最高的 改成股息 只有做這個改變 事實上每一年都看到 都在做重複的事情 OK 這完全就是 完全 每一年都沒 你看看他第四季 是每一年 都在講最會做夢的 然後 而且是沒有漲到 可是很多人說 譬如說他挑話題股 可能這天就跳到那個 就剛好跌的話題股 第一季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 現在這種是什麼 我說我說 老王跟我們都認同5G 5G也修正了 我本來說 你現在去買5G 第一季上來 因為大家都沒有財報 一定就只能靠 現在最好的營收 那現在當年的話題 一定是最熱的 然後就跟著一起買 那我覺得 目前來看 這個來看 但細個股 還是要繼續看慶儀的節目 每一周都會給大家 最好的一個分析 但是我覺得 終於想到今天的重點了 趨勢來看的話 一開就是這樣 好 謝謝正嫻 這是一個 滿好的一個操作心法 大原則 那麼個別怎麼選股 我們會一一再來介紹 好 再來回到這個 有人說聽到現在頭又昏了 我不想要看財報 這個我都不太聊 業績我也看不懂 ETF繼續來挑 ETF 這邊的投資建議 我們先請年輕人代表 所以如果你要選擇ETF 要好好睡覺的話 其實大概有三個標的 不是 就三個 三個標的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個是你要知道 你投資的ETF 到底有什麼樣的成分 所以ETF不是說 買了就可以睡覺 因為現在選擇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要簡單一點的話 就跟著大盤就好 不要必須買什麼 兩倍 三倍 放空 自己不懂的一些ETF 其實我個人認為 ETF一開始要做更多的功課 因為你要知道 它裡面主要的成分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後聽了什麼名牌 然後就直接進場 以為很安全 其實裡面是危機四伏 第二個是你要看流動率 就是它買賣的價差 有時候流動率太低的話 你進場的話 是很難出場的 或那價差很大會讓你就是 賠了一些中間的價差 第二個是你要注意 它的內含手續費 它裡面是不是有一些 看不到的手續費 會從進職去慢慢去扣它 所以真的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美國有一檔ETF 它是S&P的三倍做多 所以美國大盤平均一年 大概有10%的獲利 這一檔平均好像就有20 30%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大盤沒有漲的話 它其實內部含有期貨的成分 所以它裡面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扣寫系統 會讓你的 股票沒有帶動的時候 它的標的就會往下跌 反正還有期貨成分的 就不適合常報 對 所以等下講 你要搞懂再去投資 所以標的的成分很重要 OK 謝謝修和 另外給大家 最後一點時間 小資族 他2020 他很想看我們節目 很想投資 他每個月剛剛好 多多貨就是1萬塊 1萬塊可以投資嗎 可以 沒什麼 我覺得其實 如果對台股 還是很有興趣的投資人 其實就是8000塊 然後去投資0050 另外2000塊 用美國中期債券來做避險 這樣就可以了 就剛剛你講的那個 對 8000 2000 年輕人 如果對於國外市場比較有興趣的 或是其實是30 40%的稅率的 那個比較高資產的人 我就會建議用美國的 S&P500的ETF 不要的原因還是稅 因為美股它的配息其實很低 對 台股是非常高值利率的一個市場 但是美股 每年如果可以配2%以上 就算是非常高了 所以對於這種人來講的話 美股會是比較理想 它在稅的上面 其實會被扣比較少 OK 這海外所得比較少 第一次是這樣 對 建議只有1萬塊 你覺得可以投資嗎 1萬塊的話 其實那個金額就是 相對少上沒錯 但問題是如果說你要存股的話 其實還是 就是建議存這個ETF 跟那個鳳哥講的一樣 然後你就專心的這個 好好工作 然後專心這樣子 不要想太多 因為那個本金小其實 就是效益相對有限 就加減存 慢慢的這個基礎 不管存錢或存股都可以 OK 雙總賓1萬塊可以投資嗎 人最真實的面對自己 現在問台灣 每一個人 台灣最有競爭力的是什麼公司 99.99%人會多台積電 那如果你手上沒有 你是不認同 它是台灣最有競爭力的公司 還是不認同 它不會幫你創造財富 那到最後大家只知道 對 它的確是台灣最會創造財富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現在門心自問 你還認為台積電是台灣最有競爭力的公司 我師傅只教我一件事 在最有競爭力的產業尋找最有競爭力的公司 就是台積電 一直就是買台積電 到目前為止 除非你告訴我 半導體不是台灣最有競爭力的產業 或台積電不是台灣最有競爭力的公司 如果你能BIT我這一點 我告訴你 我繼續 我就放棄了台積電 可是小志祖一看到三字頭 三百多塊還是開始覺得 零股 不用這樣想 零股 零股 OK 我覺得這個投資的管道也真的非常多 那只是看有沒有決心 你有決心就繼續做 明年就開放零股盤送交易 OK 這可以考慮的 因為常常有人說台積電外出事怎麼辦 真的不好意思 台積電出事 可能台灣也肯出事了 所以不要想太多 你要煩惱的事情就不只是投資了 好 我們今天現場 各位達人提供了非常多寶貨的意見 祝福大家 明年這個比今年操作更好囉 下個禮拜再一次就你來開啪 拜拜 好 好 來幫你 來幫你 我們一下 我們一下 紅 triple 好 七五個 好 知道 你們一下 好 我們一下 我們一下